有新北市议员何淑峰所举办的 画我新装写生比赛的活动 在日前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当天也吸引了将近有800位的小朋友 报名三家 经过评审之后 日前也在新装曲公所举行颁奖典礼 当天也有本台 永家乐有线电视公司独家 赞助了摸摸台道场表演 现场可以说是热闹滚滚 议员何淑峰也表示 其实举办这项活动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可以增进亲子的互动关系之外 同时也希望让小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 画我新装写生比赛 日前吸引到超过800人参加 活动结束之后 经过评比 并于新装曲公所10楼举办颁奖典礼 现场永交乐有线电视公司 独家赞助摸摸到场演出 议员何淑峰表示 写生比赛除了增进亲子关系 应让小朋友们能够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 今天是我们画我新装 绘画比赛的颁奖典礼 那今天大家看到了 就是颁奖典礼的现场 那现场的一样呢 很多的爸爸妈妈陪同孩子们 来这里领奖 那今天来这边是验收成果 看看孩子们画画的这个成果 真的是非常的多元 非常的丰富 可以从画画当中看出孩子们 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如果在孩子们 有这样高度的这个兴趣呢 再加上我们父母亲的指导 老师们的给予的适当的鼓励 我相信呢 孩子们他的想象力 他所发挥的创造力 绝对是无可限量的 区长表示 本次的写生比赛 能够在中港大牌举办 除了是新装的骄傲之外 同时也呈现了中港大牌 整治后的成果 席日是一条仍然烟筆而过的臭所沟 现在却能够在大牌旁边举办写生比赛 区长表示 这是新装能共同努力的成果 今天我们代表了 新装的孩子 跟家长 跟会员 跟科理事长 说一声谢谢 爸爸妈妈 跟孩子 因为有你 拉起这个桥梁 就是举办这个活动 不只是发现新装之美 也让他们亲子关系 更加的好 尤其 我要特别感谢何议员 这次举办的地点 在中港大牌 就是何议员当预言的时候 我当市长的时候 我们共同感谢县政府 以及中央 共同的协助 将过去的二臭水沟 现在变成一个美丽的绿色河狼 我们是不是给他们的掌声 谢他爸爸 议员何淑峰 以及新装居公署表示 今年的写生比赛 吸引到超过800人次 希望明年的写生比赛 能够将参与人数突破1000人 让更多的孩子们 能够留下一个难忘的童年回忆 本家乐记者在新装采访报导 多谢您的观看 才不得火 感谢观看